一口气看完,东晋王朝103年历史,公元316年,晋敏帝投降前兆后,西晋灭亡。 狼牙王司马瑞率领君臣百姓离开中原,往南迁移,建立东晋政权。 公元318年,晋敏帝遇害的消息传到江东,司马瑞及皇帝位,视为晋元帝。 在位期间,司马瑞重用王岛,使南方士族支持司马瑞,稳定了东晋政权。 但王室权势逐渐控制了朝政大权,司马瑞大权旁落。 公元323年,晋元帝司马瑞见无法动摇王室的权势,忧愤病逝。 中年47岁,在位6年,嗜好元皇帝,妙好中宗。 太子司马少,继承地位,使为晋明帝。 在位期间,爆发王敦之乱,王敦以朱溜魁为民,进攻建康,并击败朝廷军队,晋明帝派军队前去征讨。 用了两年时间平定王敦之乱。 公元325年,司马少病逝,享年27岁,其子司马眼继承地位,视为晋成帝。 晋成帝集会时年幼,由其母皇太后与文军临朝听政。 公元327年,国内爆发苏郡之乱,毕阳内使苏郡联合振西将军组约,把兵进攻建康,叹乱历史两年,最终平定。 公元342年,司马眼身体不适,下诏让他的弟弟狼牙王司马岳继承地位,司马岳不久病逝,年解22岁。 司马岳继承地位,视为晋康帝。 司马岳在位期间,没有比较大的政绩,但是他的书法造诣很深,代表作鹿女帖,被收尽宋代重化隔天。 公元344年,晋康帝司马岳在位两年去世,年解23岁,其子司马丹即位,视为晋墓帝。 晋墓帝时,楚侯一号先后北伐,军位成功。 公元354年,征兮将军桓文帅军北伐,大败前寝,灭亡在四川立国的成汉政权,并且夺回洛亚。 东晋版图有所扩大。 公元361年,晋墓帝司马丹在显阳殿去世,年仅19岁,皇太后令司马匹登基,视为晋康帝。 公元365年,晋康帝司马匹因吃长生不老药,而中毒去世,年解25岁。 因晋康帝司马匹没有子嗣,皇太后令狼牙王司马一继承地位,视为晋废帝。 晋废帝时,桓文独揽朝政,他有意夺取地位。 在公元371年,桓文以司马医扬为不能生育为由,废掉司马医并逼他离宫。 司马医被降封为海西宫,后又废为东海王。 公元372年,桓文帅群臣百官,拥立司马医继承地位,视为晋废文帝。 司马医即位为帝后,桓文主控朝政,一步步要消灭反对势力。 此时,桓文的威势达至高峰,同年,司马医去世,其子司马耀即位,视为晋废武帝。 晋废武帝即位时,年仅11岁,由太后摄政。 同年,桓文并重,他要求朝廷为其家酒席之礼,并多次派人催促。 谢安等人见桓文并重,于是拖延此事。 公元373年,桓文并死,兵权交给桓冲手礼。 公元383年,前秦天王府间,八兵百万攻打东晋。 此战,东晋在谢安指挥下大盛,是称肥水之战。 肥水之战后,东晋趁北方大乱之机,收复了巴蜀及山东河南大片湿地,一直打到黄河北面的夜城。 晚年的晋废武帝,银河醉酒开玩笑说,废掉宫女张贵人被张贵人所杀。 公元396年,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。 晋安帝时,东晋皇帝的权力大大下降,朝廷外许多将军实际上自立,不受军命,朝内的权力也落在了大臣手中。 东晋各地爆发多次叛乱。 公元404年,东晋全臣环旋,击败司马上支率领的朝廷军攻入都城建康,环旋自封为丞相、太尉,从此成为东晋的统治者。 不久,又逼晋安帝善位,环旋在建康称帝,无好储,史称环储。 同年,以刘玉为首的数名将领,骑兵勤王,大破储君,环旋退出建康,并挟持晋安帝,逃至江陵。 不久环旋战败被杀,晋安帝得以复位。 但不久环阵又攻陷江陵,晋安帝再次被俘。 次年,晋安帝才摆脱叛军之首。 但此时的东晋皇权已经被摧毁,刘玉成为东晋举足轻重的人物。 公元409年,刘玉开始北拔,攻南燕,屡战屡胜, 次年灭亡南燕,俘虏南燕皇帝慕龙超。 此后的刘玉又荡定京江,吞并玉,江二州,西征巴汉,攻灭乔蜀,攻克江陵,直倒襄阳,吞并京,崖二州。 南方各大割据势力,全部灭亡,南方归为一统。 东晋境内,全由刘玉势力统治,他一人控制22个州。 公元416年,刘玉帅大军分四路北伐,一举攻灭后勤。 此后,黄河以南、淮水以北,以及汗水上游的大片地区为刘玉具有。 公元418年,刘玉被封为宋公,并受九夕之礼。 公元419年,刘玉派人是沙继安帝、碧齐帝、狼牙王、司马德文为帝,即进宫帝。 公元420年,刘玉逼迫进宫帝禅让,自立为帝,五号为宋,史称刘宋,也称南朝宋。 南方率先进入南朝时期,而北魏托巴涛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,北方进入北朝时期。